李连杰想要改回中国国籍,愿意捐出一百亿,成龙说了九个字很扎心中国功夫,在外国人心里,应该算是中国的一个代名词了。 在中国功夫通过电影,传到外国以后外国人,看到中国人之后都觉得他应该会功夫,可能随时飞点走壁,特别在李小龙的出现,大家对中国人是东亚病夫的宫殿,都有所该改观了。 李小龙的电影电视作品对中国,对外国了解中国都有很深的影响的。 成龙大哥,年轻时候的优秀电影也很多,也是传播的很广,包括他现在的成家版,也是对中国功夫的传承,像那很多的功夫电影,自然也会想到功夫皇帝里连结,也是从年轻开始就加入了功夫电影的拍摄,到现在大家也对他印象深刻。 虽然功夫皇帝的标签在他身上贴着,让大家想到功夫电影就会想到他,但是很多人对李连结还是有一些不待见。 曾经的他学习了一下古时候的陈世美,与妻子离婚并且放弃儿子,再与另外一个女人结婚,这个可能是元年之一。 再就是,作为中国人的他,国籍都换了很多次了,转到美国之后又转到了新加坡。 这一点在不喜欢他的人那里,应该占了很大因素吧。 他八岁的时候就过上了武术运动员的人生,十二岁就在全运会的表现,武术套路上得了全能冠军,算是传奇的一生吧。 跟武术也是有着不断的起源。 他的武术电影时期很是传奇了,从初摄影盘,到小时电影时期,再到江河电影,后来又有郑东电影时期。 最后步入好莱坞了,可以说是传奇的一生,也算是成功的电影影员的一生。 前段时间在采访中看到李连杰,可以看到他的眼球突出,才五十几岁的他就得了家康。 他也是为了电影事业奉献了一生,虽然电影拍摄给了他名利地位,但是因为高难度的武术电影,的拍摄让他不得不服老了。 近期的照片也是看到了大于五十岁的沧桑,而且因为病情的不稳定,他比同龄人看起来都要老很多。 他与前妻也是最后没有坚持下去,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李斯,小女儿李泰米。 但他们最后还是发现了这段婚姻,他和现老婆婚后很是美好,立志和她结婚后,也为她生下了一个女儿陣。 作为影帝的女儿,陣的生活自然不会差,可以说是走到哪里都有人捧着把,可是和前妻黄秋燕生下的女儿就没有那么幸运了。 被抛弃的妻子女儿怎么会过得很富有了?自然是转一点花一点,过得很拮据了。 李连杰因为生病的缘故,也是想过自己的后事了。 落叶归根,作为生在中国的他,也是有这种想法了。 曾经在镜头前他说过,他日我若大祸临头,就在我曾捐款的西藏庙与火葬,希望佛教师父能帮我在墓碑上刻字。 这算是在镜头前,想寄与在中国土地的表示吧。 李连杰也表示过想转回中国国籍,听谣言说已经写下遗嘱,从前万可以知道,李连杰跟佛教宗教之类的有着一些密切的联系。 灵魂回顾乡土地的说法,也是从宗教中传出来的。 信宗教的李连杰应该也很相信吧,作为一个很诚信信佛的他,在生病之后更是经常去妙与虔诚的拜佛,与主持请教一些人生的话题。 李连杰在患病之后,也是对外承诺过,身家过异的他,会奉献与慈善事业,每年说他会改国籍的事情,都会说得天花乱醉。 也没有听到什么动静,在温川地震时,李连杰传版一机构,为灾区捐为一意,有人说,是因为中国不能创办一基金,从而他才会改为新加坡国籍的。 谣言太多,不知道真假,成龙说过,中国国籍是最难入的,作为工夫界的老人,无意的一句话,好像直接出众李连杰的信了,网友应该都笑得不行了。 哈哈,本来没有什么用意,但是大家把这两件事凑到一起,是不是出众大家的笑点了? 转国籍这件事,大家对李连杰还是抱着不喜欢,不知识的看法吧。 生活都很现实,每个人都给其他人分类等级,甚至还有阶级关系,有些人没干过坏事,但是也没看见做过好事。 但是也是一码归一码吧,有些是不好多说,李连杰和西藏某些宗教有着不可述说的关系,还很殷勤,可是了他的慈善事业,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 一些人用成龙的话对李连杰的时候,有些看戏的人也同时成为了戏中的人,无话可说,其他人的人生,不必多说什么,就,看看不说话好了。